為什麼不玩座遊?我是Hank 今天大家介紹的這款遊戲叫做Cullout of Paris 也叫做Order Master 這款遊戲它的遊戲人數是2到4人 所以4款的話大概是60到80分鐘左右 它是一款非常輕快並且跟顏色有關的清澈的遊戲 那這款遊戲要怎麼進行呢? 我們今天繼續看下去 Cullout of Paris呢 這款遊戲呢 它是一個工人擺放遊戲 顧名思義就是我們會把我們手上的工人呢 放到對應的行動格上 就會獲取對應的好處或是資源或是行動 在這樣的遊戲當中要注意的是呢 每一個行動格呢 只要有一個人佔據之後 我們就不可以再去向對應的行動格做對應的動作了 那Cullout of Paris比較特殊的是這樣子 它的行動板塊是一個輪盤的狀態 這個板塊一共會分成所謂的內輪盤區域 跟所謂的外輪盤區域 踩上去之後呢就做對應的事情 我們玩家動版這邊呢 我們會一共會有三種不一樣的工具 分別是我們的顏料跟調色盤 它分別代表的是我們不同的行動的行動強度 像我們的顏料跟其實一開始是3 那我們在踩上這個拿取顏料的時候 就可以拿三顆對應的一支顏料 調色的部分的話是這邊 我們會依照我們所謂的色彩學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可以進行做調色的動作 用兩顆對應的顏色就可以換取我們所謂的中階的顏色 或是用三顆中階的顏色就可以調成我們的黑色 調色的部分一樣是看這裡 依照我們可以調出顏色的顆數 來獲取對應的調色的數量 開始呢我們只能夠調出最多兩顆你所要的顏色 在你的玩家板塊上面 他有把所有的調色的基礎 也都已經很明確地畫給大家了 那再來我們要做的是 先進行做畫 這個行動給我們一共會可以拿取的東西有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我們的畫板 我們的畫架上面四選一 選一張畫板帶回家以後 放在你之前面前 之後我們就可以進行所謂的繪畫的行動 然後把對應的顏色可以填上去 那你只要成功把所有的顏色都填滿之後 我們就會到這個翻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握著它 上面右下角的分數 我們畫面等級越高 我們同時可以去繪畫 越多的顏色到我們的畫板上面 另外一個行動呢 是所謂的bonus card bonus card的話我們等一下再講 那升級工具的部分呢 我們一共有三個工具可以做升級 因為是我們的顏料 畫筆以及調色盤 踩下去之後呢 只要附出兩個任意的顏色的顏料 你就可以把你的這個對應的等級 升上去移植 在這個升級的過程當中呢 如果你升級到第六階的時候呢 你可以獲得一個新的工人 或是說你不要工人 你就直接獲取六分的分數 然後這個六分的分數 在遊戲結束的時候 它就會做計分的動作 每一條的最後 都會有一個十分的標記 如果你在第六階的時候 選擇拿了分數 那就算你頂到第十階的位置 不好意思這個十分你是拿不到了 再來是這個bonus card bonus card的話是這樣子 如果你有對應的白色顏料 就可以進行去兌換這個bonus card 那這個bonus card 它是打回來以後 它這個特權行動 你可以選擇再立刻做使用 或者是說 你可以在遊戲的進行當中 輪到你的時候 把它翻面做使用 白色顏料它比較特別一點 它在遊戲的正中央 這個輪盤區域的正中央 它這個地方就是拿去白色顏料 一樣你拿去白色顏料的時候 是看你的工具等級 拿去對應的可數 但是這個格子比較特別一點 它可以讓所有人都可以往上站 它有個無限符號 所以不管有多少人 都可以進來這個地方 那在內圈會有三個 比較特別的行動格 第一個行動格是 搶七隻玩家 踩下去這個行動格之後 我們就會改變下回合的七隻玩家 並且它會拿到一個白色顏料 這個格子是可以去複製一個 其他工人所在位置的行動格 包含你自己所去執行的其他格子的行動格 也是可以做複製的行動 那這個的話是最特殊的行動格 每一個合合當中 我們都會有兩格的行動格 其實沒辦法做行動 做使用 在每一個回合結束的時候 我們的遊戲輪盤 都會進行一格的轉動 如果有人踩這一格的話 在轉動這個行動格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不轉動它 或是轉一格 或是轉兩個 我們遊戲在兩個情況下會結束 第一個情況下是 只要有一名玩家畫完了兩幅畫 遊戲就會在當回合結束 那第二個情況呢 是如果我們場上 一共有五個黑色的顏料 被調配LB的時候 遊戲也會結束 那我們遊戲當中 分數的來源有幾種呢 第一個是 我們畫完畫也會得到分數 我們每一個黑色顏料 一個是六分 升級工具會獲得的分數 那我們主要的分數來源 其實就是這幾種而已 但是遊戲當中其實還有所謂的 扣分 如果遊戲結束的時候 白色顏料你還保留在 你的調色盤內的話 每一個會扣兩分 玩家圖版上面有一個 MAX12的一個符號 這個符號標示的是 你的調色盤當中可以 儲存的顏料上限 那超過的就是必須要丟掉 遊戲當中呢 我們其實還有 我們每個人都會扮演的是 當年那個年代的 畫家 他可以強化你在這遊戲當中的行動 也是遊戲當中比較特殊的遍體 然後要注意一下一個小細節 遊戲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setup是 我們的紅色顏料會在 就是無法行動的區域 那只要我們在轉輪盤的時候 只要當紅色顏料又重新的碰到 被禁止的區域的時候 畫架上的這些 帶繪畫的畫 全部都會被清掉 然後重新放上新的四章 它其實就是功能擺放遊戲 只是說它這個輪盤的轉動機制 會讓行動格一直改變 然後你還要去思考 你該做什麼行動 它其實是一個蠻特別的機制 因為它會讓有些行動格 是無法做行動 甚至是很多行動是 只有少數人可以去做事情的 下一次我們要介紹的遊戲 騙金書是極限配方嗎 它是一個很有名的作者 去做的遊戲 今年愛生賬名也是非常 附身的很高 它的動作其實很簡單 但是非常的燒腦 關心它的就是 相關的遊戲的情報 以及相關的資訊的話 請關注我們的頻道 為什麼要玩左右 我是Han哥 我們下次見